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腿软地和狐狸猫等人会合后 四人继续往下一处游玩 边讨论刚刚的经验 小树蛙鱼记犹存地说 这什么游乐设施啊 我再也不敢玩了 狐狸猫说 它的介绍都写了自由落体 当然很刺激咯 自由落体指的是 当物体在运动过程中 只受重力作用 而不受其他作用力影响 也就是物体做加速度运动 而且运动方向是垂直向下 小树蛙好奇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设施很恐怖的 光听垂直落下 不可怕呀 狐狸猫笑着说 我是知道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很快啦 物体在运动时 受重力影响而产生的加速度 我们称为重力加速度 而重力加速度的数值在地表附近是固定的 都是约每秒平方9.8公尺 物体落下时 光是一秒就增加了9.8公尺的速度 何况你还下降三秒呢 哎哟喂呀 三秒时的速度想着我都害怕了 小树蛙疑惑地问 等等 重力加速度的数值是固定的? 就算是两个不同质量的物体 从相同的高度掉落 也会同时碰到地面吗? 狐狸猫回答 没错 其实这个现象是由伽利略推论出来的 据说他当时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顶端 同时释放两颗不同质量的铜球 结果发现两颗铜球竟然几乎同时到达地面 所以他猜想 从同一个高度自由落下来的物体 不管质量是否不同 到达地面所需要的时间都相同 在伽利略之后 波尔尔用一个实验证实了伽利略的看法 小树蛙急着问 什么实验?我要看! 狐狸猫宝贝地说 它是接近真空的玻璃馆 你看到里面有一枚钱币和一根羽毛了吗? 我把玻璃馆翻过来 你看谁先落到底部 小树蛙惊讶地拍手 硬币和羽毛的速度竟然一样! 狐狸猫得意地说 没错 波尔尔就是用这个实验证实了在不受空气阻力的影响下 物体从相同高度 同时落下的物体会同时着地 和物体的质量无关 小树蛙想了想 指了指狸狸和麦麦 问道 可是狸狸拿着一颗一公克的鱼饲料 麦麦拿着五十公克的面包 刚刚它们将鱼饲丢入水池时 鱼饲料移动的速度 好像比面包快了一点耶 狐狸猫笑着说明 这就是因为在有空气阻力的环境中而造成的 这只接近真空的玻璃管 里面几乎没有空气 看它最准咯 小树蛙听懂了之后 又突然想到 对了 你怎么知道自由落体设施下降三秒时的速度呀 狐狸猫笑笑地说 我先考考你 答对我才解释给你听 荧幕前的你 能帮小树蛙解答狐狸猫的考题吗 小树蛙马上回答 物体垂直落下时 每一秒增加九点八的速度 所以当然是等加速度运动咯 狐狸猫开心地说 没错 那你还记得平均加速度的计算公式吗 因为开始时的速度和时间都为零 所以我们可以推知速度V等于加速度A乘以时间T 这样就可以算出物体在落下时各秒的速度了 小树蛙学会了关于自由落体的观念后 兴奋地整理了一份重点 受重力作用而产生的加速度 我们称为重力加速度 当物体在运动过程中 只受重力作用而不受其他作用力影响 我们就称这个运动为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是一种等加速度运动 因为在地表附近的加速度皆是固定的 约为每秒平方九点八公尺 速度可由加速度公式推之公式为V等于AT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极限运动的高台跳水 在跳水选手落下的过程 可能同时受到哪些力的影响呢?